哈喽大家好我是修修 解禁之后的这个千赫能够排到第几啊 我们来讨论一下啊 我们看一看这场比赛啊 这场比赛是来自这个夜风对霸王的比赛啊 这个是无规则的啊 可以诬陷 可以裸杀 也就是说无规则的啊 也是所谓的那个叫做社会打法啊 霸王他这个对社会的理解不太一样啊 他用的是这个风利安娜 风利安娜这把应该说打得很顽强啊 把这个可以无线连的 而且很简单的无线连的这个特瑞拿下了 我们看看 看看这一波啊 解了这个裸杀之后的这个千赫 是不是很牛逼啊 夜风一直在推啊 而且身上有能量啊 起身直接就用裸杀来 你就是无法压他起身了 只要他有气的话 那应该说哈 神乐的一解啊 刚才破防之后磨血磨死了哈 神乐一解的位置啊 我觉得绝对没有问题了 而且我感觉如果裸杀之后啊 他应该是比这个八神会强上那么一点了 不比他弱的啊 因为斩气也快是吧 解禁裸杀的话 关键是这个千赫啊 他可以对全人物都可以这么的牛逼啊 就一直在推啊 推着推着 然后气又来了 就裸你裸到之后呢 就来责你啊 责你下逼 责你跳A之类的啊 你就防不胜防 你如果没气的话 只能乖乖的那个等他啊 来折 你有气 刚一下他还可以防哈 这次是一个活错熏死了 你如果能量闪的话 他还可以继续打你的 所以说如果说裸杀的话 我感觉哈 这个九七的这个宝座啊 最强的宝座应该 可以归结为这个切赫了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看 发出来给大家讨论 你看就是一个裸杀 然后再说霸王都不会帮啊 你跳过来人家气多 继续哈 发这个裸杀不正啊 最终呢 也是一个封印的哈 拿下来这场比赛 所以说千和尔在裸杀的情况下 是真的强了 好的 大家喜欢点点关注啊 关注修修 不易走丢